中国女星黄毅 过去应在《还珠格格3》中 饰演小燕泽走红 日前她受邀出席时尚活动 为了她上红毯时能够美美的 从前一天开始就认真试装 没想到却发生了悲剧 黄毅在微博 po出了好几件漂亮的银白色礼服 被扔在沙发桌子 甚至是地板上的画面 并苦恼地表示 是穿了七套礼服后 却发现全都穿不上 无奈发文求助网友 希望能找到 在一天内受益卷的方法 对此不少网友踊跃提议 包括不穿裙子改穿西装 或是寻找第八套礼服 也有学跳舞的网友分享 先吸一口气 再用保鲜膜裹紧身体 但这个方法很难受 提醒她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 黄毅隔天一早就发文 晒出了自己身穿 银白色蓬蓬裙 玩如公主一般的美照 透露自己在腰上 缠了十层保鲜膜 终于成功穿上裙子 让不少网友感叹直呼 当女明星真的很不容易啊